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今天已決將金山、大浪、西灣等地 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修訂 要剔出這個大浪、西灣 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 本席的辦事處近日收到大量要求 本席投票反對修訂的電郵 民意和輿情在此事件上的取向相當明顯 三年前上市公司的蒙古能源主席 老年城秘密一千六百萬港元 扣入西貢大浪、西灣一片土地 利用大型工程機器移平松林 開墾土地建造人工沙灘和獨立式豪宅 摧毀當地的景觀和生態 由於港英政府規劃郊野公園範圍的時候 礙於新界部分土地有一些零散的村落 土地權益複雜 於是沒有將全部土地納入範圍 令到一些土地成為不受保護的 所謂不包括用地 於是令到類似老年城這些富商得以乘機開發 鄉議局於是振振有詞 而港英政府曾經承諾 不會將有人居住的地方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現在的特區政府就沒有順手承諾 不包括土地的意思就是 郊野公園旁邊或被郊野公園包圍的土地 不屬於郊野公園 部分還包括了政府土地和私人土地 不可以興建丁屋 現在有七十七幅 其實這些土地和郊野公園物不可分 和郊野公園範圍的土地已經別無二致 當時有不少社運保育環保人士 濟出保護自然生態景觀 保護大浪西灣的大旗抗議這個老年城的工程 又適逢當時樓價高企 連中產階級專業人士都要向當時的特首 曾任權抱怨無法置業 這個所謂大浪西灣的富商工程 就觸動了港人的神經 而且社會貧富懸殊嚴重 工程當然會激起民憤 政府在一個月內將大浪西灣 就納入發展審批地區草圖 成規會將土地劃為未指定用途 指明三年內不得發展 才能阻止所謂破壞大浪西灣的工程 同時政府宣布分批將郊野公園的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進行法定規劃 以界定適當用途 後來漁護處評估這個大浪西灣生物多養性和物種 衝起有程度不高,保育價值不顯著 但大浪西灣又得到市民選為香港十大聖景之首 西灣海灘天然溪流四蝶潭等景色疑人地點 與西貢東的郊野公園不可分割 亦是市民經常遠足露營自然觀賞的地點 看落發展的潛力與郊野公園環境相配 所以建議將大浪西灣約十六公頃的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九月初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網至質疑發展郊野公園 是否完全不可行 暗示可以發展郊野公園用地來蓋房 於是遭到梁粉林超英,即是前天文台台長 痛斥陳茂波是思想岩細胞,真是非常精彩 不過這個思想岩細胞現在又繼續毒害政府 郊野公園是全體港人軍殲的公共資產 讓港人在公餘時間接觸和享受大自然環境 這是很重要的 文化評論家陳文子 郊野公園是香港人整體的風水林 保護了鄉村的水土 是生態儲存所,十分珍貴 不少富豪摧如郊野公園一帶野外土地 除了老年城之外 地產建設商會副會長合謀集團主席胡應商 曾經在一個電視節目中 說香港是人口密集的城市 保留四至五成的土地來養動物 又有很多人住在農屋和劏房 所以郊野公園不是香港人的驕傲 是不切實際和愚蠢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都會贊成開發郊野公園一帶的不包括土地 本質不禁耀文 香港有不少商人和富人 持有大量空置的單位 前年 減差餉免差餉 就已經有一間公司 可以獲得退差餉九千萬 那時的上限是一萬元退 即是有九千個空置單位 你說幾恐怖 其他九千萬以下 那些不計其數 你這些有錢人、地產商 放那麼多空置單位 就為了加高的時候才拿出市場去賣 繼續剝削香港的中產階級 你胡應商 面對這些所謂富商 團職這些土地 以及建成的單位空置 你有什麼反應呢 幾十萬貧窮戶 被迫租住租金折折上升的市區農屋和劏房 香港半山區或洪湖的空置單位 這麼多 那是不是又是不切實際和愚蠢呢 所以說 我們不是仇富的 有些人為富不仁到這些程度 你都是無話可說 表面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那麼多郊野公園、空置土地四成 不是你用來建屋 那麼多人住在龍屋、康房 好像很有道理 其實就歪理 胡應商又說 反對開發郊野公園是屬於少數 政府不應該一天為人反對 就當作金科玉律 是就好 對不對 我們經常反對政府 你當我是賊 你怎會當作金科玉律 當我說的話 不同的標準 他說應該以港大群眾利益為出發點 真是沒有錯 是要以港大群眾利益為出發點 但你不是的 政府 其實有一種信念 即使在一個這麼小的城市裡 我們要保護香港的自然景觀 或者自然環境 所餘無幾 這也是對生活平衡的一種堅持 這一次特區政府 將金山、達浪西灣這些地方 納入交野公園保護 這幾個地區的自然環境 確保他不讓貪婪的商人 去胡亂開發 我們當然會支持 希望特區政府在議案通過之後 能夠明白香港人保留交野公園的意願 打燒任何發展交野公園土地的歪念 納入大浪西灣交野公園的決定 捉路了不少大浪西灣的村民 他們刊登報章廣告 指責政府佔奪私產 限制發展交野公園條例 間接造成鄉村破落、貧窮、交通不便 令傳統人民、文化民、風俗逐漸消失 鄉村走向陰乾毀滅之路 最重要的是損害了 擁有人發展土地的權利 令土地價值變成零 村民要求政府 以換地和收購土地方式補償損失 近年鄉市派和特區政府開始衝突 反對這個發展局清拆 村屋、僭建 這是一個例子 但我覺得 新界的村民或者鄉村 鄉市派也好 鄉村的勢力 畢竟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它要保家為鄉 要保護自己的權益 這是無可厚非的 我們樂見它為了自己的權益 和政府對著幹 從反對的精神來說 但是不要雙重標準 老年城在建房子 建別墅 你的人就不出聲 那我就覺得是雙重標準 發叔在 發叔是無可避免提出這個修訂 你作為新界鄉議局的主席 你無可能被政府這樣做 這個我們是絕對能夠理解的 發叔是做回他自己應該做的事 但是我們 站在全香港人利益的立場上 我們就不可能 去支持一個 我認識了幾十年我未做議員 我已經是認識他 我是一個很尊敬的長者 他提出動議 修訂我去支持 這是我兩難的地方 但是我都跟發叔說過 我的立場已經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絕對明白 新界鄉議局 在劉煌法領導之下 你在這件事上的堅持 發叔日前率領過百村民 制英烈抗議政府 又表示修訂否決 便會提出司法覆核 這些我們都是可以理解 我覺得你都應該去做的事 鄉議局和旗下二十七個鄉市委員會 昨天登報自稱是環保備組 譴責政府行為 敦請政府支持劉煌法議案 政府現在提出劉煌法議員 去修訂他 那怎樣支持劉煌法議案 他是應該政府收回 那個說法應該是這樣 就不是叫政府去支持劉煌法 就是那個修訂議案 所以這個 我都很仔細去看那個廣告 當然有些文字上面 邏輯上面有問題 我只是順便 因為有十幾分鐘 我可以講一下 天文台前台長 林超英 剛才說他 他曾經和西灣的村民會面 林超英說 大浪西灣土地立日交野公園 不會影響村民的產業和土地 就不算強搶民產 過去交野公園 亦有兩宗興建公屋的申請 全數獲批 交野公園並非絕對不能興建丁屋 只要發展規模適度 就不會受到無理阻撓 亦有一個環保團體地球之友 就說很多村民是誤解法律 例如朗原濕地 是與環團合作發展的候料 棲息地和水稻田的產地 林超英和很多環保團體都建議 將交野公園內的鄉村發展為民宿 改善村民的生活 不過特區政府 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現在都未澄清 交野公園能容許的活動 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 告訴村民 告訴新界人 交野公園已經立入了 這些地方是否真的侵佔了他們的財產 是否侵佔了他們的土地 還有一個交野公園可以做些甚麼活動 這一定要講清楚 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仿效台灣 發展出一套本土鄉村經濟 例如農業或本土的文化旅遊 你可以想想這些事情 跟當地的村民 或者相關的團體 大家充分溝通協調 研究一套辦法出來 他山之石可以供辱 很多地方人的做法 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所以 林超英的說法 我覺得在香港 現在的畸形制度下很難實行 但是政府真的要想想 是否可以令到我們的鄉村 可以發展到一套本土鄉村經濟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仍然是用一個制度法律 去做一個規範的話 他們是一定不服氣的 這是必然的 老實說 新界東北有些非原居民多年 都從事耕作 但有時遭受發展商威逼利誘交出土地 政府的賠償 亦都不足以搬遷和維生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反而那些擁有業權 丁權的原居民 可以藉著建屋轉售 甚至獲取利潤 整個鄉郊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 就是賣地、賣屋 政府一定要想一些辦法 新界的發展是甚麼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族群 在基本法亦都寫得很清楚 新界原居民的利益要繼續維持 但這所謂交野公園的問題 政府可以藉著現在 將它納入 然後做一些其他跟進的工作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特區政府過去鄉郊 創造了一個賣地圖利的土壤 現在再做這件事的時候 當然會引起很大的反彈 這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 政府今天這個議案獲得通過之後 他必須要做很多後續的工作 特別是跟新界村民的溝通 和關係的改善 希望藉著這些事件 就不能惡化 本席支持原議案 多謝 莫乃光宜 多謝